各位网友,今天我们第二堂课呢 来将这张母男作品的 一遍纷染的 我们给它画 因为这个 时间的问题 我们不可能像画 以前万子千红那样 十几个小时的画一张 一般正常的 每一个画家都控制在 五个小时左右 所以这上面 有一些花不可能 每一种颜色都示范了 因为前面这几部都是 比较 常见的 通常画的一些 只不过是颜色的不一样 这朵花水红花 我们在上一节课中 用的是 胭脂 胭脂加了白粉 打的这个底色 那么在这堂课呢 我们第一步先用 中等偏带点的 这个中等偏带点的数 给它第一遍分染 这个染的时候 有一点我们要注意 就是边缘 要保留 有一定的亮度 不要染得过 过于到边缘 这是一点 它不是那种深红色的花 它是这种呢 就是叫做水红色的 那么大家注意 我在画的时候呢 第一个是 上面和上面的花瓣 接染到这儿 土的是非常干净的 第二个是呢 它到了这个边缘 这个距离是 基本上是接近于 短距的 例如说 都是到了离边缘 0.8厘比左右 我们开始染 唯一有点不一样的 就是到两边的时候 像这个两边 和上面这个花瓣 接染到这个地方 到了这个两边的时候呢 我们给它留的 这个距离呢 稍微的窄一点 这个就是 大家在画的时候 要注意点 再看一下 像这个里面 先是平图 这是根部 这一步呢 我称它为叫做 画固有色的变化 这个里面就是说 它最后 不管我们 把它的明暗关系 怎么交代 这一步呢 就是一个公式形态 就是先把它的这种 固有色的变化 先把它画足 就是任何一个 颜色的花卉 它有它固定的这个色彩 就是说 不管在什么光线下 是吧 红色的东西 拿到蓝色的光下呢 它会变成紫色 但是它的本质 它还是红色的 这就是它的固有色 对这个概念 我们要用 国画呢 是特别的 强调 这个固有色的变化 这张里面呢 这个 粉红花 我们第一遍呢 就用淡淡的属红去染 淡淡的 粉淡粉淡的属红去染 那么那种紫色的 像这个为紫的那种感觉的紫色的呢 我们就用鼠红 调和了花青 调和了花青 或者是调和太青蓝 以后调出的那种比较 亮一点的紫颜色 这儿呢 大家应该能看到 这儿 这个粉红的花 第一遍 用很淡很淡的鼠红呢 已经染过了 这个方法是和这个水红色的 就是是一致的 所以这样呢 我就永乐呢 就不再一一的示范了 这个毕竟不是那种 单独的像万子千红那样 十几个小时就能 几套DVD就那一个课程 这个呢 就是 它的这个 我们在论坛上发布的 这个数据量也不可能有这么大 所以呢 一节课 我们尽量的就争取在 四节课或者五节课左右 结束 那么中间呢 有一些过程可能会省略 但是重要的这个步骤呢 我是不会省略的 大家呢 在画的过程中 如果有什么疑惑的话 也可以随时 到这个中国共济化论坛 在这个留言区给我提问 在画反弯的时候 这个 染的这个变化要比正半要稍微的提前一步 反弯 通常我们都要处理的比正半量 这在我们以前的做画的过程中 我们已经反复的和大家说过这个问题 所以大家呢 在画到反弯的时候 有可能正半到了 0.8厘米才会染 但是反弯可能在1.2厘米左右 就可能就得染了 这个是正半般的不同的地方 这一步就是属性黄 底色就是胭脂加白粉 那一朵深红色的话呢 大家就是用默认 用这个黛第一遍 这个第一遍呢 因为 它也没这么大的诀窍了 画到今天 我们应该第一遍都是 比较容易能掌握了 我们就是知道 一个是画过有色的变化 第二个就是 到了边缘 基本上是等距的 顺着外轮活线的变化而变化 我们给它忍开 像这 这个里面 是吧 这儿就是外轮活线 是吧 这是里 这是外 这就是外轮活线 顺着外轮活线的变化 涂色的这个面积要变化 通常我在画第一遍色的时候呢 那基本上就是用 我 感觉到的这朵花中 最弱的部分 最虚的部分 应该是什么色 我就调出这样的色来 大家在画的时候呢 就是要记住 就是你画的不够 我待会可以再加一遍 如果你这一遍画过了 画的特别的深 那你最后 你得洗的话呢 这个画面 效果就不太好了 尤其是这种古典画中的画面 像这儿 有这个结构线的时候 我们得考虑它是反的 反的呢 它这个 这个结构 它是往外谷的 这个花瓣 所以它有的时候跟 我们处理正半的这个结构呢 可能会有所不一样 这种 明暗关系 这是一个三维空间的理解问题 大家呢 在老海中要仔细的体会啊 这种 这个花瓣 如果你想象着这儿有个反的花瓣 它应该是什么样的这种凹凸感 还有像这儿 这一小块 它有没有一个像投影一样的这种感觉 把这一片正半 这是正半 这是反半 这是正半 把这一片正半给衬托出来 所以大家呢 这个 在做画的时候呢 不能仅仅是 有 长宽 这样的这种 二维的空间概念 老海中一定要有这个三维空间概念 像这种反半呢 嗯 这儿的水线有时候 可以不要留的过于的僵硬 啊 就是水线不要过于的清晰 可以尝试着这样 给它染过去 这样它这种 用染力高法来处理呢 它这种 反半的这种光滑的感觉 就会更明显 它这种结构的转过去呢 也是比较自然 这种小面积的染开 大家 这个 水笔中的水分要控制 水笔中的水分千万别多了 好 再来看一下 像这样这一片 是比较重要的 中间 高 两边 这个 奥迪 因为这个半 我们刚才说了 它是鼓的往外鼓 反半是往外鼓 所以呢 它是中间压两边的 这个情况 是比较多见的 同样的 如果是正半的话 那两边压中间的这个情况呢 也比较多见 因为你在反面看 它这个结构 是中间压两边的话 那你在正面看的话 它的这个结构呢 就变成两边压中间 这是一个 很简单的这种 空间的理解 一些过于细小的 像这样的这些结构线 我们暂时别画它 等到最后 这种 外面接近收官的时候 收工的时候呢 我们再 集中精力 来画这些小结构 大家注意 我在画这个反半的时候 都是离边缘比较远的地方 就开始忍了 它和正半是不一样的 鼻尖的脏色 我们仍然可以利用 这在以前的 染色技巧中 教过大家 利用这个笔的柔动 产生的这种灰色面 仍然可以利用 像这儿就要采用染膏法 这一块为了避免 这一大块过白 所以呢 就是用染膏法来处理 是最合适的 首先在染这么大面接的时候 先把所有的 重色的它脱开 不要让色彩堆积在某一个地方 然后小心地利用这个笔尖 去一点点地往外围去 这种脱开 脱染开 像这儿 就刚才说的 这一个大的正半压住它的关系 我们可以等这儿干了以后 回过头来 在这儿再补一笔 在这儿再补一笔 再往下染过去 它这样这个体面关系呢 就很容易出来了 但是在湿的时候 不要想着一次成型 包括像这样的小结构 是吧 刚才没干的时候都没化 现在稍微干一点了 我们可以这时候 把这样的一些 这种叫做次要结构 不是主要结构 先化的时候 一定要化主要结构 我们像这个次要结构 可以等它干了之后 我们再调 不要想着一开始 我就上来 连这儿带这儿带这儿 这些小的都给它画了 一遍画了 那是不可能的 中国话常用的这种 应该说的一手法 就是前压后 后衬前 后面是衬托的意思 上量下重 这都是最简单的 这种明暗处理的常识 但是我们在画的时候 很多时候也不要过于极弃 这种手法呢 它主要适合于 离得比较近的问题 如果过于远的话呢 这种手法就不一定合适了 相隔比较远的时候 这种明暗关系呢 很多时候是近龙远淡 如果两个物体之间的 空隙贴得很紧的话 那很多时候反而是 尽量远暗 它一个是龙 一个是暗 一个是淡 一个是亮 它不是一个概念 虽然我们画在画面上的时候 可能感觉上差不多 量和淡不是一个道理 但是从明暗理解上 它两个不是一个概念 量呢 它本身是一种色相的变化 固有色相的变化 那么这种 淡呢 它是虚实方面的变化 但是就像是一种色彩的变化 所以我们在画面上 那边在画面上 它是一种色彩的变化 但是在画面上 它是一种色彩的变化 它是一种色彩的变化 大家还有注意到一点 就是我往边上去的时候 像这些游戏贴得很近的这种半 往边上去的时候呢 我一般都画得比较细一点 因为它这儿贴得越紧的话 这两个花瓣贴得如果越紧 它的这种名案就越不容易区分 它很多时候如果贴得非常紧 就几乎在一个平面上 那么它自然而然的这种名案对比 就不会强烈 这两半再染了 我们这个花呢 就不再给大家示范 因为后面我们还有叶子 还有有反叶 有震叶 还有蝴蝶 这堂课就说 即使是第一遍分染呢 我们需要完成的工作 还是非常大的 像这儿 有这种色斑 只有点失色的话 大家呢就要细心 用这个笔垫呢 不停的拖 趁它还没干透的时候 你要给它把这个色彩完全给它拖开 刚才呢 水笔中的 色笔中的水分稍微少了 大家在画的时候 色笔中的水分也确实要注意 水分饱满通常是越好染 但是容易造成这种颜色淤积的情况 或者是色彩回冲的情况出现 所以这个水分到底是多少呢 大家要经常不断的去试验 有的时候干的比较快 那么呢 我们就画的面积小一点 刚画两滴你就得染 是吧 天气干的比较慢的话 你可以多画几滴 一起染 1 2 2 4 4 中途也可以把鼻吸一下 刚次吸掉 好 这个花头的部分呢 我们就说到这 然后这个花是用淡属红染的 这边呢 第一边呢 是用淡末 大家看一下 这是淡末 若有若无的淡末 这儿呢 就是紫色的花头部分 紫色的花头部分 这儿呢 就是那种接近于青年色 用鼠红调和泰青蓝调出来的 这样子 这儿呢 是和这边的画法 和这个刚才我画的这个 水红花头的画法是一样 用中的浓度的鼠红去染 最右边的那边呢 那边也是一朵粉红花 这样呢第一遍都已经染过了 这不再示范了 下面呢我们来进行叶 这个叶子的纷染 这个叶子的纷染呢 因为前景和后景是不一样的 还有嫩叶 还有这个梗和金 所以呢这个花头的部分 我们这个第一遍的粉红呢 就示范到这儿了 好 接下来呢 我就以右边 这一组呢 给大家来 示范一下 叶子的第一遍的这个明暗的画法 我们画叶子呢 首先要用到这个花心色 画叶呢 大家呢 可以先从暗处开始画 因为从亮的地方开始画呢 我们可能会在画的过程中啊 这个颜色过重 由于把握不住 尤其一开始的时候 这个对色彩的这个溶度 所以一般我们这种 做有常试性质的这种色色呢 大家呢可以 先从这个画面的暗的最暗的地方 就是你画过一点也没关系的 这样的地方开始画 主要这个明暗呢 第一遍 是用这个淡花青 画到整个叶子的三分之二左右呢 然后给它这样拖开 这个叶子因为比较大 我们呢 如果 染色比较 有把握的朋友们 可以 一次性 把整个叶子画了 如果没什么把握的呢 就像我这样 给它分成两半 当然中间你最后还得接上 这样呢就是 你不至于忙得手忙脚乱 比较好处理 中轴线这儿 这个中间这根主经啊 这儿呢要稍微的照顾一下 然后就是这个暗面的这个色彩呢 要尽量的往这个主经这儿 第一遍同染的时候 要靠过去 然后整个的颜色给它脱开 像这儿 这一片叶 它被花遮住 就这片叶被花遮住 也被这前面的这片叶 遮住 所以这片叶整起来说 它是理较暗的 但是因为它处于后方 偏向于远一点 在这一组叶子中 所以呢我们 也不能忍得太重 但是整个的 要给它灰一点 就是它的亮面 不要过亮 那像这一片叶子 我们在目前这个阶段 着重的要 把花鸭它的关系 给化出来 这片叶和花贴的是比较近的 同时 还得兼顾它的根部 重 肩部浅的这个 明暗刻点 所以呢 这一片叶应该是这样 遇到像 这样的 像这儿 那就画 比小半 甚至你 直接平图边缘 留一个水线 也是可以的 这些细节的地方 不用太在意 不用太在意 不是说每个地方都画的 完全的到位 就是非常好 这倒不是 该 含糊一些的地方 可以画的含糊一些 好 这片叶画完以后 我们再来画这一片 这一片叶呢 现在是 属于 这一片叶子下面 好 这样呢 我们这个 这片叶子的名案 大家看一下 它主要是 受它的影响 这边呢 受到花的影响 所以呢 它的这个名案 是集中在 这样的一个位置 同时我们得 兼顾到 主经的这个影响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这片叶是最底层 这个叶子呢 最片叶是最底层 就是现在看着这一片叶 那么这一片叶呢 它是中间层 那这一片叶呢 它就最上层 它是不受任何别的叶子的影响 那么遇到像这样的叶 那么遇到像这样的叶 在顶层的叶 我们在画的时候 主要要考虑哪些呢 我们画这种顶层的叶的时候呢 主要需要考虑的 就是 牡丹叶 它本身的 凹凸结构 也就是说像这片叶 它现在不受任何叶子的压概 那么它首先 根部质尔 我们根据这个 主经曲线的变化 应该知道 就是 像这个根部质尔 这一块是凹进去的 然后 整个的这个 主经的位置 都有一点点 微微的下限 这样呢 这片叶 它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好 接着我们来 用干一点的水笔 给它脱开 边缘 脱到水线的地方 要留的比较整齐一点 但是 不要刻意的去 挤压水线 这时候 染的时候呢 最好是 顺着 主经的方向去行底 去脱染 这样出来的效果 让它比较自然一点 好 大家来看一下 这片叶子的 明暗关系 它就是这样 当然这个 现在第一变 它是不能中的 好 现在我们再来画 这片藏在 底层的 这儿是恶片 先给它控出来 这片叶 因为 整个的 都处于底层 所以我们在 第一变化的时候呢 甚至可以 除了这个最边缘的地方 留一根水线以外 甚至可以 整体的平图 在这一步 用淡化青 都是可以的 就属于底层的叶子 一定要敢于 给它按进去 很多朋友 就是在 分大组的关系的时候 这儿总之会出现一些问题 这就是老海中 空间的概念 还不够明显 大家 在画的时候 就很容易 变成一种 很模式化的 很概念化的 组精重 然后是 根部重 到肩部浅 就是 光是一味的 去描绘 固有色的变化 而忽略了 空间结构的这种变化 这种画法 是很机械的 所以大家在画的时候呢 老海中 一定要 有这个三维的空间概念 就仿佛 你在描绘一个真实的世界呢 好 再来看一下这边 这边这一组 我们首先来分析一下 这边这一组 这个几片 是属于亮的 这一片 是属于暗面 那么这一片 为什么也占了呢 这儿这一片 这儿这一片属于远处的 远处的 它和前面的亮 我们说了 明度上 虽然看上去差不多 它两个的意义 是不一样的 这一片叶 属于这一组里的 最远方的一片叶 那么这一片叶呢 它也是属于远方 但它属于暗面 偏暗 和前面的相比 它属于暗面 所以这两片叶 虽然看上去 目前明度是一样 但是我们在最后的 色调的 轩艳程度上 会有变化 以及分染底色的时候 后面呢 可能会加点默去 前面的偏蓝一点 这个色彩的程度上 都会有变化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首先这一组呢 它是属于亮面 属于亮面的时候 我们在 分染这个底色的时候呢 就 需要注意的就是 不要染的 面积过大 例如说正常的情况下 打个比方说 我们要染到三分之二的话 那么 属于亮面的叶子呢 我们可能 是化到 三分之一 或者是二分之一的时候 我们就得长长的 给它拖开了 这是因为属于亮面的叶子 它总体上来说 它的整个的这个明度 是 比较亮的 它 不像 属于暗面的叶子 整个的颜色 发生 这是 我们在画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这种 大组的关系 这张作品呢 我到时候 每一个步骤 我都会有很清晰的 这个 扫描图传 传到网络上去 大家在 联络的时候呢 一定要在这张中 一定要解决这个 叶子 大组的这种叠加关系 看这个 大家注意看 这是最上面的 是吧 我们这个就没必要 画得过身了 就画到这个 三分之一左右 我们就可以往外拖了 拖的时候 要按照我 开始拖的 顺着这个 主星的线开始拖 要巧妙的利用 底尖 的灰色 边缘的水线 边画边修 不要刻意的去挤压 不要刻意的去挤水线 好 这个是暗眠 所以呢 这样呢 我们可以画得比较深一点 当然这种名案呢 我们现在在 开始评图的时候 我们的图级别 是比较清晰的 但真正在 做画的过程中 它可能就是 变化的都是比较微妙的 我们开始评图是为了 方便自己呢 对这个 色彩的这个龙蛋啊 整个的叶子的明亮呢 有一个 做到在画之前的 心里有树 这样我们先图了 定了一层调 但真正在画的时候 它不可能机械的 只有上下层这个关系 是吧 它有的可能会在 大主的上层中 它属于下层 或者在 整体的下层中 它又属于上层的叶子 所以这个里面 就是这种丰富性 这种微妙的 这种丰富变化呢 还是需要呢 大家呢 在画的时候呢 多多的琢磨 通常的 除于底层的叶子 这个第一遍同染 要染的稍微的多一点 它倒不见得 后来就画得很黑 但是它肯定是 属于比较灰的一个面 它是汪场嘛 肯定是属于 比较灰的一个面 至于是不是 需要画得非常重 这得看 它和亮面的 这个对比关系 以及它离我们的远近 离我们越远 这种对比关系 就越弱 越需要削弱 离我们越近呢 这种对比关系 就越需要拉墙 黑白对比就越要 分明 好 再来看一下 这个 这个叶子呢 它是属于一个整个 我称它为叫灰面的叶子 它不属于非常暗的地方 但是绝对也不属于亮面的叶子 它两个虽然看上去 在一起 其实它两个不在一个空间上 这个叶子是整个的 上面这一大组叶子下 生长出来的叶子 它是属于 生灰面的叶子 这个没有画过西画的朋友 可能对于这个 这种 生进去的这种感觉 空间啊 能不能转过去 可能会比较来理解一点 这一片叶子 生到了这片叶子的下方 但是这一片叶子 它同时就在外面 它是属于 亮面的叶子 当然它没有我们焦点部分的 亮面的叶子那么亮 但是它总体状来说 它还是属于亮面叶子 那有的朋友可能会 看我画到这儿 可能会觉得 既然这也属于亮面叶子 那么为什么它比 开始画的那个亮面叶子 那儿要暗不少 这是因为这儿 不是我们的识别中心点 所以我们要把它的 整个的黑白关系 要给它画的含糊一点 同时呢 它又属于静景 那么这时候就 自然而然 它的布有色就是比较深的 没办法虚过去 没办法亮 所以呢 这儿它不是中心点 再加上它又是静景 所以只能造成 我们把它处理成这种 灰灰的这种 好 接下来 继续 将 最暗面的这一边 继续的 同然第二边 这是干了以后 我们要缩小面积 最一步呢 就是 以照顾 主经为主 看到 这儿三根主经 这一根 这一根 照顾主经为主 兼顾 压概关系 这个颜色要脱开 这个颜色要脱开 最底层的这个 最底层的这个 现在我们就开始 上边 这儿还是很深重 因为这边是正好 是一个多面积的压概 它受到不少结构的这种遮挡 包括花 包括鳄片 包括主经 都遮住了 当然这里面要有一些变化 但是我们在画的时候呢 可以在目前第二步的时候 还是要将变化削弱 还是以接近于平图的为主 首先要给它整个的色调 要能伸到里面去这一层 像这样慢慢的开始 就要有所变化 为什么这片叶 它是这个位置离我们近 这个位置离我们远 是吧 靠近这边的离我们近 就是离我们近的这一边 我们就把它画重一点 而远的这边呢 慢慢的虚过去 鳄片 鳄片的色彩 主要集中在根部 以及被牡丹压住的地方 好 好 这一片叶 还是首先 好 利到上一片叶 给它带来的明暗影响 接着 固有明暗 它的三根筋的 就为 凹净区一顶 肯定颜色稍重 然后是花头 给它的压盖关系 那么这一片 现在我们图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形状 好 先把这边缘了 然后长长地脱开 顺着主经的方向去脱 好 最后到 最上面这个 最上面这个呢 这一步我们甚至可以开始分了 简单地分一下 或者是不分都还可以 主要就是 奥巢这一块 根部 三根筋交叉的这个根部 奥巢这一块 最终五代上分不分主经流水线 都不是什么大问题 流水线可能看上去更有装饰趣味 结构更明显一点 但是如果你分得很僵硬的话 我劝大家就不要流水线 这个水线 不少朋友 画出来之后 反而不是太好看 就是对水线理解的不透彻 看这个 这是最上面的叶子 这时候可以考虑左右分一下 这边是 中间压两边的关系 弱弱的表现一下 这样呢 这个叶子呢 第一步 大概就画到这儿 接下来呢 我来给大家示范一下 反叶 以及这个 梗的画法 金的画法 最后还有蝴蝶 嫩叶 我们才能完成这个整个步骤 反叶呢 我们主要用这种 偏向于草绿 的颜色的颜色来染它 这种草绿呢 我们要调的 稍微的 这个 黄绿一点 就是借乎与标准的橄榄绿 那种草绿颜色 和 质绿色彩 中间的那种颜色 就是调草绿的时候 藤黄呢 稍微的多加那么一点 这样呢 它这种颜色就 比较容易和这个 反叶的这个 质绿色 它就比较容易和谐起来 同时根据 我们 画反叶呢 所采用的方法的不一样啊 我们这个 染色的时候呢 这个草绿的染法也不一样啊 如果是 就是那种像金红菌前辈画的那种 反叶 就是边缘啊 留一点 水线 然后用淡胭脂 从肩部往回提染的 那种方法画的反叶呢 我们这个草绿呢 就上来就可以分染 留水线了 但是我现在画的那种呢 是偏向于 余之珍前辈常用的那种画法 就是这张画 就是和万子千红是不一样的啊 这张呢 它的反叶呢 是从边缘往中间呢 用这个薄四绿啊 四绿提染 那这种叶呢 是比较受初学的朋友们喜欢 因为这种反叶出来的色彩比较亮丽 但是这个 这种画法呢 就是首先我们底下的这个底色 要给它打足 所以这层这个草绿颜色呢 我们分染的时候要以同染为主 并且这个 一定要染足 尽量的往边缘 边缘的部位染一点 像现在我这儿是吧 离边缘最多最多 只有一厘米左右才开始染 就是这个整个的这个颜色要打足 还有一个就是要注意 被压过去的 像这个 这儿 我现在画的这儿 这是被压过去的 这是一根主经吧 这是主经那边的 像这边我们就更加要多画一点 多画一点 量面呢 就要少画一点 这个是关系到这个明暗的这个处理方面 不管是正反 它的这个原则都是一样 原则都是一样的 大家来看一下 这两个位置的画法 这边还有一小块 现在这一步就是给整个的反页呢 在与它同染一层 这个我刚才说的叫偏黄一点的草率啊 借乎于草绿和智绿中间的这种颜色 偏黄一点的 还是花青加藤黄嘛 当然我这个调色 一直很少用这个成品色 我的花青是用太晶来加墨条出来的 然后再加入藤黄 调出这种力 大家呢 用成品的花青也可以 但是我一直说过就是成品的花青 渣子多渣子太多可能会造成我们这个画的时候呢 这个色彩的覆盖力太强 所以通常情况下 大家最好是不要用 好 这儿呢 是恶片 恶片的反面画法等同于反页 正面画法基本上等同于正页 只不过恶片最后它的边缘呢 我们需要给它用比较重的胭脂提染一下 这是它和反页不一样的地方 恶片是花的底下的这种拖片 它是最嫩的 那么这个主经呢 这一步现在不流水线 这一步因为 我们要大概的画出 这一根杆哪边重 哪边浅 那么这个是怎么区分哪边重哪边浅呢 这个大家就是在画的时候 以后记住一点 有一个小规律 就是 通常的情况下 你不用描绘的那么圆咕隆咚的 像一个大铁柱一样 但是我们也要大致的区分一下 它有什么规律呢 就是它往哪边倒 哪边就是暗面 比如说这根杆 这根主经啊 它现在是往右边倒 在我这儿 我们这个方向看 是往右右手这边 在我这边啊 看是往右手 在画面上目前是往下方 是吧 它往下方倾斜 往下方倾斜呢 那么我们在画的时候呢 就以下方这边为暗面 这就是一个最简单的规律 这样呢 它看上去就比较自然 人们自然 因为我们说过是吧 在我们的传统印象中呢 它这个光线啊 是从上下照射 就比较自然一点 我以前曾经打一个比方说 你要在这个黑暗中 拿根手电筒 是吧 你把一个人 你从顶部往下面 打一束光 那你感觉到 他的脸部还比较自然 因为大家习惯了这种 这种光 如果你你从下下颌部位 往上打光 那你就看了就会比较恐怖 这为什么 这就是因为 它迁离了啊 我们这个通常的 正常的这种 用光的这种 这种范围啊 这个是大家 要注意的就是 我们虽然国画不讲究 什么顶光侧光啊 但是他人有一个这种 固定思维 还是我们还是要考虑到 光了从上往下打 它是比较正常一点 还有像这儿 我们首先要平图了 为什么呢 因为像这个 刚才我说的 这光靠顶部来一点 这样呢 就平图了 它顶部来一点 那么这小节 它就已经被它遮住了 被这个小花包遮住 这边再接着往下画 我们先不管什么左蛋还是右蛋 是吧 先看准这个杆是往哪边倾斜 它是往右方倾斜 现在往右方倾斜 那么我们就把暗面画在右面上 同时兼顾到这片叶压住它 把这片叶压住它 这底层 还剩这个叶子底下的这一步 也是这样 首先得考虑 叶子压住它的关系 再来看一下鳄片 鳄片呢 我们第一遍呢 就可以在最根部的地方 留一个水线 因为这个是 这个是最表层的东西 最表层的东西 最表层的东西 一般都是最精致的 它是属于最精致 所以我们画的时候 不能像画那些 出于底层的物体的时候 画的比较含酷一点 所以表层的东西上来 有些甚至可以直接 我以前画叶子的时候说 甚至有的时候 第一遍直接就可以留水线 这个边缘的水线的宽度 有些朋友始终掌握不准确 这个宽度呢 大概 大概是在 1毫米左右 或者是0.8毫米吧 这个水线一般 它在这个宽 它根据你的这个画面比例 它就比较好看 你要留的过宽 它就显得粗糙 画面就显得粗糙 过细呢 这个画面呢 它又会呢 感觉小气 这个水线啊 很拘谨 很紧张 所以这个水线的宽度 大家大概 心里有个数啊 就是 大约在 用现在的尺寸算 大概在1毫米 0.8毫米左右 是通常是比较合适的 像这种根固连梗在一起的 那就是 这样的根固 然后这边 稍微露雨 这最后还得切 这一片小 这一小组楞叶 加上几个 几个这样的小拖叶 我们暂且不怕 因为这儿呢 它小叶它是偏 那种 很红的这种颜色 所以呢 我们就没必要去染 染质绿了 你要染草绿 染质绿呢 它有个什么 带来一个什么 什么弊端呢 就是你在画 红色的尖端的时候 它会和你 用绿颜色染的 这个根部啊 色彩互相的充出 整个叶子就是 灰不垃圾的 反而是 出不了愣叶这种 应该出来的这种 很焦嫩的这种感觉 所以呢 在大家在画愣叶的时候 要跟大的这个感应叶 要有区分 要有区分 直接到时候 我们用这个淡胭脂 从肩部 回照染 就可以了 就没必要 去 这一步用 继续用这个 滋绿这样 就是大家画的时候 不要形成模式 不要认为 除了这个颜色的 我们就干脆这样 还有像这儿 这朵花是 展面的花 展面的花 那么主要这个色彩呢 就是 集中在恶片的分属 首先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把 焦嫩的拖叶给它 蹭出来 这而是恶片和拖叶 都能看见 完整结构的地方 好吗 这个也要往边缘 道理是和我一开始说的是一个道理 因为这儿呢 待会我们得用重彩的实虑 实虑去从量部往暗部提 所以呢这个底下的这个草虑底啊 草虑底要打足 在某些特殊情况下的反应页呢 我们还可能得用褶石打底 用那种酱红色 例如说我在画洛阳春那张的时候 大家应该看过那张故作图 是吧 它的这个反面呢 就是用酱红色打底色 为什么呢 只有底色打足了 你上这个实绿色 它才不会显得轻足 我看到前几天水面风河吧 淋了一张 那个余子珍的白玉兰 那张它上面的实绿色 就用得过于轻足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它的色不足的原部 所以大家呢 在画工笔的时候呢 一定要将这个底色要打足 尤其是需要用到重彩的实色 来齐亮的时候 比如说你齐两石青啊 你看我们画两个时候 大家知道 你看我们经常额顶上 有个部分要比较责染啊 或者是齐两些石青的时候 底下都是很深的这个墨啊 很深的墨底 还有我画那个 林宋代的这个 马林的梅竹双青图的时候 它那种实青的主意啊 从最后的成品色彩来看 它的这个颜色是实青 其实在画实青 最后齐亮实青之前呢 它的底下都是接近于 中墨浓度的那种底色 就是用的是比较重的墨去打底 你只有在这种底色的情况下 你提出来的这个 实青的这个色彩啊 它才不会轻浮 所以呢 这是底色的运用 是在公底画中呢 除了调色以外 这个底色的运用 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画什么样的花 画什么样的叶 是吧 该配什么样的底色 这也大家呢 在以后的绘画过程中呢 要自己摸索 但是大致上来 来说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你如果画的是透明类的表色 就是最后一层照色 是透明类的 大家呢 可以用同类色去评图底色 如果你最后一层表色 是矿物质颜色的话呢 大家呢 可以用这个对比色去调色 这样的出来的这个色彩呢 它就会既热烈而又沉稳 这个是一点小小的调色技巧 大家呢 在做画的时候 以后要适当的注意到这一点 这是色彩学方面的问题 大家色彩学呢 可以买一本这个 我以前的入门初期是 颜文良 应该是徐飞鸿的学生吧 颜文良 他编著的一本叫做绘画色彩学 这本书给我带来了非常大的帮助 还有呢 大家就是最好能看一些细化方面的这个色彩 因为细化上的色彩知识呢 它比较科学 比较严谨 它的很多东西呢 直接和人的这种心理的这种映射 这种心理映射 大自然在人的心理中的一个指向联系 它的这种色彩学呢 总结出来的呢 这种很多的这种给人带来的这种潜意识的影响 这是我国的这个古代的化疗中的 所没有接触到的一个方面 近代的当代的组织化疗化疗中的 受西化影响的比较多 就是这一点色彩的运用 尤其是画面的整个的构成色调的这种运用 这种对心理活动的模拢的隐身 自然界在人的脑海中产生了某种心理音色 这是非常有用的 然后呢 这个反应的还得用这个实力 继续的这样稍微缩小面积 同然一遍 现于这个时间关系呢 我就这儿呢 就不再一一的这个录像了 下面呢 我们来接着画一下这个楞叶的部分 以及蝴蝶的部分 最后枝干在这一步 我们还得简单的顺插一下 我们这一小节的录像 先到这儿 接下来我们接着再广播画 这个底色还是一定要染出 这个反应画完了 我就把录像停了 这儿 遇到 这底下有一个暗的反应画的时候 上面这儿要有意识的 留一根水线 或者在染色上稍微的让开它一点 反应画它本身也还是有 敏感区别的 不是说我们反应也就是一米色 大家呢 现在注意看一下我这个局部的这个反应的这句话